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 重申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速速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9集 王金华是被同系的学姐给瞧上了 学姐呢还不是一般人 而是本校一个教授的女儿 高知家庭 论家庭条件 能甩大和村的下家几百里距离 何况学姐本人长得也不丑 性格风风火火的 外向热情 这样的一个人瞧中了王建华 自然不会很低调 哪怕都知道王建华有个女朋友 就在同校 夏子玉当时也有点担心 不过她性格沉稳 硬生生忍住了没有质问王建华 风言风语传了两天 还是王建华主动提起 柳学姐那边我都给她说清楚了 我已经有了对象 只能谢谢柳学姐的好意 学姐不会那么轻易放弃吧 夏子玉到底是追问了一句 王建华却牵起她的手 有点心疼她手指的洞窗 放不放弃那是她的事 我说了准备要带你回去见家长了 紫玉 我们家现在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 我也不能保证要花多长时间脱离这种困境 但我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 就是这句话给夏子玉吃了定心丸 王建华是个什么人 夏子玉最清楚不过 他已经打算带夏子玉去见父母 两人的婚事就板上钉钉 这样的结果给了夏子玉莫大的鼓励 他所坚持的理念是对的 只要舍得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一点点钱算什么 冬天冷水洗两件衣服能冻死人不 更别提学校食堂帮忙打饭 省钱给王建华买红烧肉那样的小事 一件件小事累积在一起 改变了王建华对他的态度 夏子玉把衣服洗好晒干 拿给王建华时试着说了自己的打算 建华 我打算放假先回家去一趟 再和你去农场看望伯父伯母 王建华点头 那是当然 你都出来念书几个月了 也要回去看一看家人 你那边没剩多少钱了吧 我这几个月的补助都攒着 给你买车票 夏子玉的钱都贴在了他身上 王建华心中有数 他的衣食住行都被夏子玉包了 学校发放给他的补助才能攒下来 这钱又花在夏子玉身上也是应该的 夏子玉没有拒绝 他脸上浮现出几分为难 在王建华的追问下 才吞吞吐吐说道 家里面给我寄信了 说是咱俩离开后 小兰在家闹了一场 不知咋回事 二叔和二婶就离婚了 二婶带着小兰回了娘家 我担心小兰还是想不开 这是夏子玉第一次 大大方方提起夏小兰 乍然听到这名字 王建华有点恍惚 脑子里又浮现出一张嬌称艳丽的脸 夏小兰长得是真漂亮 王建华活了二十多岁 都没见过的漂亮 简直能照亮灰蒙蒙的农村生活 让王建华在最落魄的时候 觉得日子还有盼头 但漂亮其实没啥用 他解决不了穿衣吃饭 也无法带给他额外的帮助 爱情不爱情的 在生存面前没那么重要 夏小兰不如子玉贤惠 和子玉在一起 完全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男人就是需要一个贤内助 特别是同样优秀的女人 愿意当你的贤内助 那种满足感难以言喻 王建华压住心中的几分悸动 话我也和他说明白了 想不开也没办法 他实在是任性 当时他看见夏小兰和二流子有牵扯 是比较生气 也说了些难听的话 后来冷静一想 夏小兰还不至于看上张二赖 不过难听的话已经说出去了 王建华干脆想着将错就错 断了夏小兰的念想 夏小兰喜欢他也是没办法 自从决定要和子玉在一起 他就只能是姐夫 听说夏小兰父母离婚 王建华也有点担心 却不好在夏紫玉面前表露出来 这些事你看着办吧 你们家的家务室 我不太好参与 不过我可以陪你回玉南 我们再一起去农场 夏小兰垂下眼瞼 原来还没有完全忘掉 他付出了这么多 难道还不能完全抓住 眼前这个男人的心吗 夏小兰除了有一张脸 分明就是个没用的草包 偏偏世界上大部分男人 都是看脸的 夏紫玉脑子里闪过许多念头 嘴里却带着愧疚 我俩的事到底是对不起小兰 我怕她想法偏激 会走错路 紫玉 那是我的错 你何错之有 王建华握紧那只 掌了洞窗的手 时至今人 我也不觉得那是个错误 我们的缘分开启的时机不太对 但你不能说它是错误 夏紫玉脸上涌起淡淡的红韵 王建华提起缘分 让他想起了那晚的事 两个之前焦急很少的考生 在考完试相互对答案 越对越觉得自己考得不错 借复习资料是两人的前缘 想报考京城的大学 是两人的志同道合 月色和一瓶白杆 是两人的美人 王建华说得对 这是上天注定的因缘 王建华只能是我的 二十件男款大衣 还不够商都铁路系统消化呢 这年头的人又不怕撞衫 款式好看的衣服是潮流 谁能穿在身上就说明了本事 李凤梅单独摆了两天摊子 生意也有了起色 龙共还剩几件货 夏小兰都让李凤梅去买 他自己则是揣着货款 再次踏上了去阳城的火车 惦记着要买水晶吊灯 夏小兰这次揣的钱可不少 眼下并没有异地存储的银行业务 大笔的钱要不就走电汇 要不就随身携带 夏小兰第一次去阳城 身上的钱还不到一千 现在是一万块都有了 最大面值的纸币是十元 一万块就相当于后市的十万那么有分量 冬天穿得厚 钱还能藏在衣服里 要是夏天又该怎么戴啊 夏小兰觉得这是个问题 她本身就够引人注意的 出门更不敢高调 独自出行时每次都穿旧衣服 就怕人贩子打着财色兼收的主意 她摸了摸周城给的电机器 这东西能带给她安全感 在火车上也不能睡踏实了 夏小兰迷迷糊糊地下了站 马上有人围上来 问她要不要坐车 人力三轮车和摩托车 在83年的阳城火车站都有了 在这边更能感觉到改革开放的变化 整座城市的人 仿佛都有了赚钱的意识 夏小兰皱眉 她明明拒绝了要搭车 但好几个人围在她身边 七嘴八舌的 让她不由握紧了手里的电机器 小兰 白珍珠扯开一个男的 把夏小兰拉到自己身边 夏小兰精神一震 白姐 你回来了 上火车前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她给白珍珠拍了一封电报 没想到 对方真的从彭城特区回来了 今天还来接战 白珍珠的扬城口音 让那几个人忌惮 有人低声骂娘 让白珍珠不要多管闲事 白珍珠二话不说 就赏了对方一个过千摔 那男人摔倒在地 挨拥了半天爬不起来 她的同伴就嚷嚷 说白珍珠把人给打坏了 要赔钱 白珍珠撇嘴 赔一副棺材板给你要不要 夏小兰都觉得这嘴损 不过白珍珠不硬气 这几个人就要欺负 他们俩是女人 夏小兰很惊艳 白珍珠的身手 家传的功夫就是厉害 刚才那个过千摔太漂亮了 她还在想 今天这事要咋办 看热闹的围观群众被分开 总算有个人路见不平 曹六子 你们几个又讹人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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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